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里跟各位补充一下 什么是有效数字 有效数字就是有效的数字 废话不多说 它其实是有意义的数字 那什么样的数字叫有意义呢 那就是可以从数字里面看出一些讯息的 那样叫有意义 比如说呢 如果我今天在一个科学期刊上 看到一个身高的记录 也许是什么医学期刊啊 看到一个身高的记录写176.58246公分 那我看到这一个数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个测身高的机器一定是很好的机器 它竟然可以测到0.001公分 那就是因为它记录成这样 所以会让我认为说 会让我认为说它其实可以测到这么后面的位数 那所以说我们在反过来说 我们在记录的时候要很注意 要注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记录到这么多位数 举例来说 如果各位都有量过身高 那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量身高的情况 这里有一个尺的四个颗度 那这个尺的最小颗度是1公分 然后有一个同学他叫大头 因为他头很大 然后他的头的身高 他的身高大概就是到171到172之间 那同学就会说这个帮我计成172 可是另外一个同学就会说你明明没有到172 那另外一个同学就起哄说 你计成171好了啦 这个因为你只有超过171 他会不服气啊 他说不行 我有超过171 那虽然我没有到172 但我可以把它记成171.5 那这个171.5就是我们的有效数字 这样叫做四位有效 前面的这三位呢叫做准确值 这代表说他的确是可以公认有超过171 因为刻度就在那边 然后这个.5是他估计的 这个.5会因为不同的人来看 会有不同的结果 可能这个同学他自称我有171.5 那旁边的同学说哪有明明就有171.4 那他的好朋友说我看应该有171.6 可是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 因为现在的刻度就只有到最小刻度一公分 你没有办法没有在下一个刻度 让你去判断他是不是有超过171.5 所以最后一个刻度是自己夹自己自己去观察的 那这个自己去观察估计的就叫做估计值 这样的一个整个呢就叫做有效位数 或者有效数字 那这个情况下的有效数字是四位 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他会不会是在171.51啊 171.512啊 可是因为你连他是171.5还是.4还是.6 你都不确定了 那后面的这个512还是511其实就不重要 所以我们就最多只有估到最小刻度以下一位 估计值就是最小刻度以下一位这样子 那有些情况是可以估的 有些情况是不能估的 像电子显示的 电子显示的设备啊 他没有刻度让你看的 所以你就不用估了 电子显示屏幕的话 那就直接是显示准确值了 那他的估计值怎么办 那就他会在说明书上告诉你 所以你不用觉得说这个 不用觉得说电子显示屏的最后一格是估计 他不是估计 他也不是帮你估计 估计一定要是人去估计 不是电子帮你估计 这是另外一件事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大家科学家们公认的有效位数的判读规则 那大家在记录的时候呢也会 根据这个规则 否则的话才会产生误会 好首先呢 我们就参考一下第七页 16.72这是四位有效 然后2009.1704 这是八位有效 那比较特别的是接下来的这个0.0049 这个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五位有效 但其实不是的 他只有两位而已 为什么呢 我们举例来看 假如说我今天去测一个议题的体积 然后我用的最小刻度的两桶是一公升 最小刻度一公升 然后我去测得 4.9公升 那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是准确 最小刻度有超过4 然后这个9是估计 因为两桶上有刻度 所以我可以估计 所以测得4.9公升 可是啊 如果我把它做一个单位换算 换成 换成 立方公尺 各位知道一公升是不是一千分之一 立方公尺 所以换成了 公升换成立方公尺就变成0.0049立方公尺 可是我只是换单位而已啊 换单位不会变得更准啊 因为我没有换仪器啊 我只是换单位 不会增加有效位数 换单位不会增加有效位数 所以多出来的这些0呢 就是不算有效位数 那多出来这些0我们称为前缀0 就是0.00什么的 0.00这些0呢 就叫前缀0 这些0是不算的 不算有效 那如果说另外一个情况是 我把它换成毫升 各位知道一公升就是一千毫升 所以就变成了4900毫升 那同样的换了单位也不应该增加有效数字 所以后来多出来的这两个0呢 也是不算的 这个叫后缀0 就是多少多少 然后0.00后面的0 这叫后缀0 也不算 这是另外的一些规则 前缀0后缀0都不算有效数字 可是呢 如果我真的就把它表示成4900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让人家误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刚刚的这个情况 就是最小刻度 最小刻度 最小刻度 1L 然后 那它就会是两位有效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是 另外一个两桶 最小刻度 是10毫升 最小刻度 10毫升 然后我测得 4900毫升 对啊 因为我这边 这个0是 10位数 这个是10毫升 这个前面的这三个都是准确啊 然后最小刻度以下的这一位 才是估计啊 所以这样即使没有问题 而且是四位有效 没错 所以就会产生一个 不清楚的地方 到底 如果我在一个文章中 直接看到这个 4900毫升 那它到底是 用最小刻度1毫升 最小刻度1公升去测得 然后它是两位有效 还是说 它是 最小刻度10毫升测得的四位有效 如果说我们的后缀0不算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最小刻度10毫升的这个 最小刻度10毫升的这个 要怎么样去表示它 那我们的 表示方式就是会这样 这个会把它表示为 如果你不这样表示 你就会让人家觉得后缀0不能算 好 那就可以把它表示为 4900 再加一个点点 这样代表的意义就是 有算到 有算到这一位 有算到这一位 这样代表是四位有效 要加一个点点 好那再补充一点 那再补充一点呢 如果说是最小刻度1毫升 最小刻度1毫升的 那 那 你可能就会测得 4900.0 对不对 因为你的 最小刻度是到这一位 所以前面的都是有效 前面都是准确 然后最后一个 点0 那个是估计 那这样就是五位有效 那这个时候的后面的这个点0呢 它也写得出来 那它既然写得出来的话 特别的标出来的话 那这些都算 这些都算有效 这些 这些就不算是后缀0 这些都是 算有效 好 因为它特别的去把那个点0写出来 代表说它真的是有准到 准到这一位 电脑有点过热了 我们大家休息一下 好那么 最后呢 我们 如果 觉得这个很复杂 这个到底 后缀0有没有要算 那其实就是后缀0 如果有小数点 那就都算 那如果没有小数点就不算 那还有最后 如果你看 第7页的底下 它也有介绍 其实用科学记号是最最方便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是 是 这个情况好了 好那这个情况 是900.0 4900.0毫升 那我把它改成公升 就是4.900 然后去乘上 10的三次方公升 那前面这个就算五位有效 那后面这个不算 这个科学记号的后面这个不算 这个科学记号的后面这个不算 那这几个都算有效 然后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立方公尺 把它改成立方公尺的话 那就是 4.900 4.900 然后乘上10的 那这里应该是-3 那这里应该是-3 那这里 不对不对 这里应该是 毫升而已 就是我们把它 把它的十位数提出来 变成这样 然后呢 底下如果要改成公升的话 那就是 4.900 乘上10的一次方公升 同样也是前面有效 后面不算有效 那还有就是 如果你要再把它改成 立方公尺 那也是一样 4.900 然后去乘上10的-3次方 立方公尺 不管怎么变啊 你的单位换算 就只会影响到 后面的 科学记号 10的数量级的部分 几次方这个部分 那前面的有效位数几位 都还是不变 所以建议 建议就是写成科学记号 是最 最方便的 好 那有效数字的介绍就到此 其实就是 为什么要有这些规则 是因为大家 为了要有一个沟通的原则 大家在记录的时候呢 不能随便记一大堆的位数 你要记你的仪器 能够测到的 最小刻度 然后如果有刻度 让你看 你可以再往下估一位 那有效位数就是 包含了准确值和估计值 那这个 待单位换算的时候 会出现前缀0和后缀0 所以这个前缀0和后缀0 不算有效位数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 用了某个刻度 然后测出来 估计了之后 跑出了一个0 像是这个估计完 跑出了0 那你如果用这个前后缀0的规则来看 就会以为它是后缀0 就去掉 那为了要避免这个情况 我们就会把它加一个点点 这样的话代表说它是有到有效到那一位 好那如果说 特别在点点后面再加一个0呢 这个也是代表说这一位也是有效 这样子 那最后 如果全部都写成科学记号 是最容易的 科学记号的话 就是前面的这些数字呢 是有效位数 因为它特别的把点0 后面就掉了好几个0 这就代表说 它真的有效 有效到那个位数 那后面的这些单位换算 都交给10的几次方来做换算 这就是有效位数 好